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无量法门不理这一生佛号 这一生佛号理念就是无量无边的法门 一句佛号念了 把无量无边的法门全修了 你知道吗 不必搞这个搞那个 你怎么搞的时候你都是一个一个单独搞 这是个总的 总头 这一句佛号 我们这也有根据不随便讲的 随唐时代的大德 跟我们收骨 这个事情 在本经 没关系老句子的序文里面说得很清楚 随唐是中国佛教的黄金时代 四个宗派都是那个时候建立的 这些祖师大德们 在一起也曾经讨论过 世尊四十九年所说的这一切禁 哪一步禁能够代表圆满的佛法 这几乎这些大德们都公认华言 所以华言就称之为根本法门 用现在的话说佛学改论 他理念确实无所不报 大臣小臣 中门叫下 闲叫密叫 华言全都报了 所以华言间是公认的 一切法的总会 学华言就是学一切法 所有这些过宗国派都是华言间的职业 都离不开根本 华言成为根本 那华言最后 成福 怎么成的 我们细细去读华言 最后 善才童子 五十三餐 表演给我们看 最后一招 第五十三位 善知识 是普贤菩萨 普贤菩萨 设大愿望到归极乐 到极乐世界去了 这个时候大家才发现 原来最后 总归是归到极乐世界 那么善才童子 他跟着普贤到极乐世界 用什么方法修行 一句佛号 领导地 从哪里看出来呢 从五十三餐 第一 八十花言里头 第一位善善有 得云必求 在四十花言里面 吉祥云必求 是一个人 他修的是什么法文呢 波诸三位 读阿弥陀佛 波诸也叫做福利三位 一期是九十天 九十天 不能睡下来 不能坐住 九十天 只可以站住 只可以走动 救生念这一句阿弥陀佛 主要念阿弥陀佛了 我们今天在这里看到了 一句阿弥陀佛是所有法门都在里头 是华言间的总结阿弥陀佛 那华言间是所有法门的会计 汇集到最后就这一句阿弥陀佛 佛号功德不可思议 没人知道阿弥陀佛 秦龙年轻 贯顶法师之道 他告诉人 你遇到重大的灾难 罪业很重 无逆失误的罪业 古报现前 佛家所有精灿都救不了你 都没办法帮助你了 最后还有一个办法 可以救你 什么办法 老实念佛 求生净土 什么样的重罪 都能化解 我们相信 用什么心态去念 万分成就 你这一句佛号是万分成就 你的成就不在慧能之下 名号功德不可思议 今天社会动乱 地球灾病频繁 什么方法能救 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能救 这个地区 念佛的人越多 这个地方就有安全 灾难可以化解 不能完全化解 也大幅度的减轻了 这是肯定的 我们要知道 我们要认真 放下万语 一心真念 咸咸咸咸咸